大家好 最近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个话题 就是他说如果说北京那么全面的解除限购 房价会不会上涨 这个问题我先给大家留出来 然后大家各位畅所预言 在我的这个评论区给大家留言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给我多多的这个写出留言来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这个事是怎么想的 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思考呢 我是认为通常我们这个经济学原理上来说 这个稀缺的必定会限制 或者是说换句话说限制的都是稀缺的 所以用在这个房子限购上来说 北京的房子也好 海南的房子也好 那么一直有限购的这个政策在 那么证明他还是有稀缺性的 那么一旦说房子全面的解除了限购 房价会不会上涨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如果说从我之前说的这个限制 就是稀缺的这个逻辑思维来考虑 他就不成立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限制措施 限购完全解除 那么就证明了你的这个地块 你的这个房产的没有稀缺性 那么失去了这种投资的大部分价值 那么房子后会涨 按说应该就是一潭死水吧 那就像这个2000年初的这个北京一样 那么当时是没有限购政策的 大家知道当时在北京赚钱了 这些做生意的这些外地朋友们 不管是做装修业的 不管是做这个高科技IT业的 不管是在中间中间村买卖软件的 硬件的 那么这些中小企业主赚钱了都在北京 那么他们都很多套很多套房子买 那个时候贷款也比较好拿 而且贷款呢你买多少套呢 都是带这个百分之可以带七成 甚至到八成 那个时候因为北京没有实行这个 就是医保的这种联 社保的这种联网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并不查 你的什么社保记录 什么信用记录啊都没有 那么只要你有一个公司 可以帮你开出一个 你的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 那么给银行 然后当时银行还要交一些 什么印花税啊 还要交一些律师费 那么当那你在这个买 在这个做房屋贷款的时候 在交易一部分的费用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轻松的 拿下这个贷款 那么你买了十套八套 仍然可以得到这个银行的 这个非常慷慨的贷款 然后那个时候就北京 在北京超过 可以说超过120平米的房子 它就不特别好卖 而且它的单价都比较低 就是它这个房屋平米数的单价 都通常要比这个 其他的这种普通的中小户型呢 要低一个百分之 这个一十或者二十这样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总价高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好像还 大多数没有说要买 120平米以上这种大房子的 这种概念 没有说感觉这种买多 占多的这种概念 那那个时候大户型比较难买 比较难卖 那么价格低 当时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这个中小企业主 那么他们通常都是买这120平米以上的房子 很大手笔了 在天通院 在台电这边 西三旗这边 都会买这种房子 那个时候就是一片 没有大家还没有这个限购的概念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 买得起房子的人呢 他也比较少 因为那个时候 2000年初的时候 我记得北京的这个人均工资 只有800到1100左右 那个时候呢 事业单位啊 体制里的这个工资 基本上入职隔三五年 那大概在800到1100多块钱左右 所以说那个时候在北京呢 你如果租一套房子 花个178 2000块钱 那都是非常奢侈的了 因为那个时候人均 人均的这个月工资 只有1000多块钱 那你想啊 那个那你首付要付一个 十几万的首付 要去买一个房子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积蓄的话 就很难去买房子 所以说那个时候 就是那种景象 那有一些年轻人呢 他有这个钱也要去买车 买一辆那个十万块钱的车 因为那个时候汽车 普及开始在中国 开始大面积展开 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当时没有限购政策的时候 那个北京的房子 后来确实是涨了 那么其实它也是和当时 有没有限购这个政策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时候通胀也好 然后这个 大多数人是利用银行的 这个大杠杆来买房子 然后超额的借贷 然后用这个利用银行的这个杠杆 那么银行呢 给你带出一百万 它就可以从印钞机里 那么可以取出一百万 那么这样呢 这个钱就变多了 水就变多了 那么从而房价水涨船高 那么之后其实这近二十年 中国的所有的这些 基础的货品 都是水涨船高 物资都是 价格都是增长的 所以说我回答这个网友 我认为如果说北京全面解除了限购 它肯定是有条件的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限购政策是 北京五环以内 如果你是单身 只可以买一套 如果你是按家庭里面 可以买两套 五环外 家庭内 家庭的里面 可以买第三套 那 如果你是首套房子的话 如果你是首套 不管是单身 还是家庭也好 首套住房呢 可以带八成 就是你首付二 百分之二十 那么如果是二套房子的话 你可以带出六五成 然后就等于你首付只有 就是百分之三三十五 那么如果说 让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你这个限购 北京的限购政策 是由谁来决定的 它是依据什么样的这个数据 什么样的这个科学数据背景 来决定的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我们换句话 简单的问 发问就是 是由谁能真正的提前看到 北京房价的涨跌 答案是银行 我告诉大家 那么有的网友会 有的时候会跟我们交流 就是我们是如何做这个预期 为什么预期 这个价格会有一个大的跌幅 有些网友就觉得有点夸张 或者说不太敢相信 说这个地方会到三万四万吗 会到五万吗 之前都是很贵的七八万一平米 其实我们是这样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 一个小型的智库 一个小小的团队 都是基于各自的这个兴趣 来研究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权威 我们也不是完全正确 我们给的信息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正确 我们只是说给信息 给大家分享 给大家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 这个数据呢 就是从银行得到的数据 这个商业数据的一些分享 那么当然是正规渠道的 我们得到了这个商业银行数据的分享 因为我们有这个 就是同行在做 给这个银行来做一些外包服务 那么我们会掌握这些数据资源 其实银行它决定了 给你贷款的乘数 那么其实它是有根有据的 它是原由 大家知道每买一个房子 它会给你一个评估价 这个评估价就是由银行 来主导一些外包的公司 评估的机构 然后给你这个房子 根据你房子的楼龄面积 当然它这个表面上 它会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什么层数啊 什么朝向啊 什么装修程度 但是我后面说的这三项 都不是它的主要因素 它完全做这个评估 主要是看这个楼龄地区位置 还有你的这个面积 主要就这三项 三项这个主要的这个依据 评估价一般都会是你这个房子 成交价的最高吧 也就是你成交价95折 或者是98折 偶尔会到八折这样 那么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 你辛辛苦苦那么和业主 谈好了这个价格 终于谈到了一个双方都可以同意 买卖双方签字的这样一个价格 其实你这个价格 然后给到这个银行去 它评估给你的价格 还要再给你展一刀 那么经常会有这个直接再给你减个八折 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 那么银行就是因为它掌握所有的这个北京的成交数据 每一套房子的成交数据 所以说他们是最有权威 他们的数据是最准确 最详实 然后最具体 他们都掌握这些资料 那么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说中介会掌握这个资料 当然中介有自己的研究院 比如说这个链家有他自己的这什么贝壳研究院 还有一些中科院也有一些房产的这种各种智库和研究所 他们也掌握各种数据 但是我跟大家说 银行掌握的数据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数据 他每套房子给他做了评估价 然后给他一个网签价 让他去交税 他真正给这个房子是打了折又打了折 为什么 他就是要规避他自己的这种贷款风险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一套房子100万 那么他给你的这个评估价就是80万或者是90万都好 你已经这个房子本身就打折了 那么他在这个评估价的基础上让你做首付 如果你是首套的话 那么你可以带这个64万出来 你剩下的这个钱你来做首付全部的付清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 就是你真正房子的这个价值 银行其实是很明确的 当然你说银行是不是全部正确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他们也有这个负资产 要不然银行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坏账呢 对吧 当然大面大概率的话说 他知道每一套房子的真正的这个成交价是多少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北京房子的这种限购政策 欲拒还修 还这样扭扭捏捏 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出 大家就说为什么政策不完全落地 为什么不完全的开放这个限购政策呀 为什么还是要限制你买房的套数 和你买房的这个首付的贷款的比例呢 就是因为他其实要再看数据 他是这样 就是他先给你放开一点这个限购的这个政策 然后有一部分人会上套 然后有一部分买家会接盘 然后之后他这个数据会就会很完美 就会很漂亮 慢慢的 然后他在这个漂亮的数据上之后 他就知道市场就范了 那我呢 我的这个限购政策就不用立马的全部释放开来 当他看到一个政策之后 可能要效不好 一般就也就两三个月之后 他发现成交量又下来了 那么市场又开始低迷了 他慢慢的再释放一些这个限购政策 再解禁一些限购政策 然后再看这个要效 两三个月两三个月 大家又有一部分人上套了 之后市场又开始不好了 他再开始 再做下一步的这个解禁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政府的这个 当年的政府的这个限购政策是层层加码的 那当时他也是看到了这个房价的这种飞涨 所以他要控制 那么现在也一样 他看到这个房价的这个飞速的下跌 他也要控制 但是他仍然想在这个每一次这个政策立好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时间里 能够套出更多的接盘侠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等到政策进出的那一天 那毕竟是这个 北京的房价可以说是跌无可跌的那一天 我们不知道有多久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政策 他现在就明显的是想要这个年轻人来接盘 我们之前做的节目 为什么说是30家的年轻人 因为20多的年轻人现在也不上套 现在租房他们也不买房 他们都很明白啊 这个挣钱 这个自己都消费了 或者是存储了 他们不去买房子 不给自己这个这个背这么多的账 那么就是这种30家的这种年轻人 40岁左右的这种 上有朗下有小 然后有孩子 有教育需求 有这个改善性需求 可能还有这些年轻人 这个结婚的需求 所以说吧 就是这部分上套的这个 30家的年轻人 又被这个政府忽悠了一通 然后他上套之后 就可以让政府在一段时间内 能保持这个限购政策 不再继续的松动 所以说我们走走看 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透露这些小的这些行业情报 可能有些网友比较了解 这个中间是怎么来操作的 有的很多网友也是买卖过很多房子 可能比我们更清楚啊 他们是怎么操作这个评估价 实际成交价 还有这个网签价 最近这个北京的房子 好像是新的政策是 如果是你的房价超过了647万以上 是要交这个个税的 个税是20%的这个税 所以说 他把这个647万以上的这个房子 也就是称为非普通住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两个月的这个成交价 然后基本上还是在这个300万 300万左右 320万 350万以内 这样的这个集中的这种成交价 是这样的这种房子 老百姓也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想买房子 但是还是要挑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房子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在看 在看现在目前的这种限购政策 疗效好不好 要效还有多少 什么时候北京会出再下一步的这个解禁政策 我们就慢慢的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静观其变 这边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千万不要忙碌如实 真金白银的存在手里面比什么都强 而且现在经济形势也不稳定 投什么呢 就是就就就就就就算了吧 就还是把能赚一点利息啊 就还是比较好的 千万不要去这个盲目的去买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子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就聊到这 然后之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给我们留言 我们都尽力的跟大家来沟通 也希望大家来继续的给我们关注 给我们更多的这个赞 给我们更多的订阅 谢谢